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停止浪费被捕的间谍。 瑞典最近驱逐了一名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记者,但这种仅仅驱逐间谍的做法真的有效吗? 许多在西方被捕的外国间谍回国后反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这是否让间谍活动更加猖獗? 也许是时候西方国家学习爱沙尼亚的做法将所有被捕的间谍送上法庭审判,从而真正起到威慑作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间谍浪费的结束爱沙尼亚模式的启示 在上个月末,瑞典驱逐了一名在该国报道近20年的中国记者。 根据瑞典政府的描述,他从事了一项对国家有害的活动,即间谍活动。 然而,这位记者似乎并未因此失去生活的乐趣,回到北京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 重新发现爱的,快乐时光。 事实上,类似的情形越来越普遍。 许多在西方国家被捕的外国间谍仅仅面临驱逐,回国后往往还能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这样的结局是否足够威慑未来的间谍活动? 或许,西方政府应该采取爱沙尼亚的做法,将被捕的间谍送上法庭审判。 这位中国记者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去年秋天,瑞典当局开始追踪他,逮捕了他,并将他置于审前拘留中。 最后,他被驱逐出境,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对未来的间谍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威慑力。 在英国,当局揭露了大量的间谍活动,特别是那些为俄罗斯和中国工作的间谍。 两名年轻的英国人,包括一名议会研究员,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英国还确定了克里斯汀,李这位中国商人,他在威斯敏斯特拥有良好的人脉,是中国的影响力代理人。 今年4月,一名为德国欧洲议会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赫工作的中国员工被捕,据报道,他为中国情报部门工作了十多年。 德国当局还逮捕了三名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德国人。 去年8月,美国逮捕了两名美国海军士兵,他们是入籍的华裔美国公民,指控他们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挪威当局则逮捕了一名伪装成巴西学者的俄罗斯军事情报局G.R.U.官员米哈伊尔·尼库森。 前一年,瑞典当局逮捕了一对以阿富汗难民身份进入该国的夫妇,确定他们是伊朗情报部门的间谍。 亿万美元德国支付处理公司Wirecard的逃亡前,首席运营官养马萨莱克多年来一直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密切合作,同时运营该公司。 据报道,俄罗斯可能利用Wirecard向其他国家的秘密特工支付报酬。 这些逮捕只是冰山一角,西方的监狱可能会变得更加拥挤,因为对西方国家怀有敌意的国家正在扩大他们的间谍活动。 俄罗斯和中国有时还包括伊朗,这些国家扩大了对武装部队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等的目标的传统间谍活动。 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充满兴趣,从初创公司和大学研发到民间社会,无所不包。 他们收集的许多信息尽管可以在报纸和其他公开可访问的来源中找到,但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吸收信息。 西方政府在逮捕嫌疑间谍后应该怎么做呢? 对于本国被捕的西方公民,如两名英国人,他们将面临起诉。 但对于那些在西方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人、俄罗斯人和其他外国人呢? 到目前未止,西方政府通常只是将他们驱逐出境,就像瑞典对待那位中国记者一样。 瑞典还驱逐了那些代表北京对中国异议人士、维吾尔人和藏人进行间谍活动的特工。 2010年,美国逮捕了包括洪发安娜、查普曼在内的10名俄罗斯秘密间谍网络成员后,迅速将他们驱逐到俄罗斯,以换取4名因涉嫌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而服刑的俄罗斯人。 8年后,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另一位迷人的俄罗斯间谍玛利亚、布蒂娜,她一直在渗透美国的政治圈子。 然而,布蒂娜在服了一段短暂的监禁后,安全返回俄罗斯,成为杜马议员。 对于在外交认证下服务的外交官和军事官员,驱逐是唯一可用的惩罚。 然而,驱逐几乎没有威慑力。 俄罗斯给了查普曼一个非凡的电视名人职业,而布蒂娜则顺利当选为杜马议员。 一个欧洲国家已经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爱沙尼亚。 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在1990年代再次从苏联独立后开始建立其安全机构,其新兴的间谍部首热切地向西方同事学习。 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爱沙尼亚抓获的间谍比许多更大的西方国家还多,而且我们会起诉他们。 爱沙尼亚前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告诉我, 由于我们有法治,我们不会在没有明确案件的情况下起诉。 决定性时刻是赫尔曼·西姆的案例,爱沙尼亚内部安全局ISS前局长阿诺德·西尼萨卢说, 2008年,ISS逮捕了这位受人尊敬的国防部高级官员,指控他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不久之后他被送上法庭。 在我们起诉西姆之后,我们决定每次都应该尽可能递上法庭。 西尼萨卢告诉我, 我们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我们不会隐瞒任何信心。 我们在2008年和2009年进行了这些讨论。 从那时起,我们每次都这样做。 爱沙尼亚确实这样做了。 上个月,塔尔图大学的一名教授因为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处超过六年监禁。 许多西方学者说他不可能是间谍,他是反普京的。 伊尔维斯指出,但间谍会到处说我支持普京吗?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任何人都可能在监视我们。 起诉外国间谍是大胆的。 如果有人在监狱里这是最好的方式,老实说这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最佳方式。 西尼萨卢告诉我,这也是有风险的,因为间谍的主子可以通过逮捕随机的爱沙尼亚人或其他西方人来报复,指控他们从事虚假的间谍活动。 近年来,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已经表明他们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但伊尔维斯说,采取强硬路线并没有伤害爱沙尼亚,保持沉默,仅仅将间谍送走的标准政策能给你带来什么? 它肯定不会给你与那个国家更好的关系。 事实上,让西方人被敌对政权逮捕的风险,可能是减少对我们国家间谍活动的代价。 而且如今,没有迫切需要访问敌对国家的西方公民,应该避免这样做。 是的,西尼萨卢承认,敌对国家可能会通过逮捕西方人来报复,但如果我们的人在俄罗斯被捕,那么我们就有一些可以用来与俄罗斯人谈判的东西。 如果你空手而来,你会怎么做?被捕的间谍就像你可以用来交易的宝藏。 换句话说,被驱逐的间谍是一个不必要放弃的宝藏。 现代爱沙尼亚在反情报游戏中来得晚,但属于西方联盟的一个无法估量的优势是它又可以相互学习的朋友组成。 就在西方政府必须应对日益增长的间谍活动的时刻,有一个国家可以研究其蓝图。 我们可能很快会看到更多外国间谍的起诉。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停止浪费被捕的间谍是一个强调着西方国家应该更有效地处理被捕间谍的主张。 当前的做法通常是驱逐间谍,但这对未来的间谍行动并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 相比之下,爱沙尼亚采取的是将被捕的间谍送上法庭审判的策略,这被认为更有助于防止间谍活动。 在瑞典,一名被认为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记者被驱逐出境,但这样的处理方法未必能有效遏制间谍活动。 相反,爱沙尼亚的做法是起诉和判刑被捕的间谍,这种严厉的处罚可以传递出更强烈的威慑信号。 西方国家目前面临的间谍威胁主要来自俄罗斯和中国,这些国家不仅对军事和安全机构进行传统的间谍活动, 还将目标扩展到民间社会、初创公司和大学研发等领域。 这些信息的收集旨在全面了解和影响西方社会。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从多次驱逐被捕的间谍,例如,2010年,美国驱逐了10名俄罗斯间谍以换取在俄罗斯受刑的4名美国间谍, 这种交换了无威慑力,被驱逐的间谍往往会在回国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爱沙尼亚的做法则不同,他们会将间谍送上法庭,并对其进行公开审判和定罪。 爱沙尼亚的这种做法始于2008年赫尔曼·西姆案这位国防部高级官员因为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并被起诉。 这一事件成为爱沙尼亚反情报策略的转折点,此后每次间谍捕获都会依法审判。 这种透明且严厉的方式有效地传递了威慑信息。 然而,这种策略也可能带来风险。 敌对国家可能会通过逮捕西方人来报复,例如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就曾这样做过。 但即使如此,这种强硬的态度并未伤害爱沙尼亚。 相反,爱沙尼亚认为这种做法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国家安全。 总之,停止浪费被捕的间谍这一主张认为,西方国家应该效仿爱沙尼亚的做法,对被捕的间谍进行起诉和判刑,从而增加对间谍行动的威慑力。 这种策略不仅有助于阻止未来的间谍活动,还能在必要时位谈判提供筹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要讨论的是,为何将被捕的间谍送上法庭审判,而不是仅仅驱逐才是最有效的反间谍策略。 爱沙尼亚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在爱沙尼亚,间谍一旦被捕,他们便会面临严格的法律制裁。 这不仅能有效下阻潜在间谍,还能向世界展示国家的法治与决心。 反观那些仅仅驱逐间谍的国家,间谍们回国后不仅未受任何惩罚,甚至还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这对间谍活动毫无威慑力。 试想,如果间谍知道他们一旦被捕就会面临长达数年的刑期,还有谁敢冒险。 大家好,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兄说得那么严肃,让我们先来点轻松的。 你说把间谍送上法庭能下阻潜在的间谍? 真是天真可爱啊! 间谍可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他们知道自己在进行高风险活动。 就像007里的詹姆斯·邦德,难道他会因为怕被审判就不去执行任务吗? 更何况,送上法庭审判还要花费大量的司法资源,搞不好还会引发外交事件。 驱逐出境是最快、最省事的办法,不但能迅速解决问题,还能避免不必要的国际纷争。 谢琪琪,你的幽默感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但我们谈的是国家安全,不是好莱坞剧情。 间谍活动的影响深远,不仅会窃取机密,还可能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 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2000年至2016年间, 中国间谍活动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6000亿美元。 这可不是小数目。 如果我们对间谍仅仅是驱逐,那么这些损失会继续增加。 相反,透过起诉和审判,我们可以深入调查间谍网络, 获取更多情报,进一步打击敌对国家的间谍活动。 爱沙尼亚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这种策略有效且有利。 楚天书,你说的6000亿美元确实惊人,但是你忽略了一个事实, 审判间谍会增加外交摩擦,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西方国家公民在敌对国家被捕。 这样一来,我们的外交官要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还要应付更多的人职危机。 你还记得冷战时期的间谍交换吗?那可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 再说了,间谍活动本来就是情报战的一部分,驱逐出境这个方法计能迅速解决问题, 又能避免国际争端,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显示我们对间谍活动的零容忍态度。 想象一下,今天驱逐一个,明天驱逐一打,那些间谍还敢来吗? 谢琪琪,你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冷战时期的间谍交换确实是一种解决方式,但那并不代表现在我们就该放任间谍活动泛滥。 像爱沙尼亚那样,严肃对待每一个间谍案件,才能真正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威慑力。 根据爱沙尼亚前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的说法, 自从他们开始对间谍进行严格的法律制裁后,间谍活动明显减少。 事实证明,严厉的惩罚能够有效地遏制敌对国家的间谍活动。 与其迅速驱逐,不如让他们在法庭上公开接受审判, 这不仅是对间谍的惩罚,也是对敌对国家的强烈警告。 楚天书,你的观点诚然有理,但现实世界可不像理论那么简单。 爱沙尼亚是一个小国,间谍活动的规模也相对较小。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或英国要对数十名甚至数百名间谍进行起诉, 司法系统早就不堪重负了。 况且,间谍活动本身就是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 今天你抓了它,明天它们又会换一批人来。 驱逐出境虽然看似简单粗暴,但却能迅速解决问题, 并且让敌对国家明白,我们不会姑息任何间谍活动。 就如同瑞典驱逐那位中国记者,迅速、干脆, 这样才能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间谍活动局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哇,瑞典最近上演了一场间谍驱逐大戏, 这可比好莱坞大片还精彩。 这名被瑞典驱逐的中国记者在回到北京后, 不仅没有任何不适, 反而在社交媒体上大肆炫耀他重新爱上北京的奇迹。 莫非间谍活动还能转换成一场回家再出发的人生冒险? 这让人不禁感慨,驱逐到底起了多大威慑作用。 说到间谍活动,西方国家真是屡屡中招。 从英国的议会研究员,到德国的欧洲议会助理, 再到美国的两名美国海军士兵, 这些间谍无不再为俄罗斯和中国工作。 每当有间谍被逮捕,新闻头条就不断刷新, 我们的世界似乎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间谍大战。 然而,这些间谍在被抓后的命运往往是被驱逐出境, 仿佛一张单程机票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这种做法对于那些被驱逐的外国间谍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威慑力。 回国后,他们甚至可能成为祖国的英雄, 享受荣誉和待遇, 这简直就像是给他们办了一场荣誉归来的派对。 爱沙尼亚的做法可就不一样了。 这个波罗的海小国在抓捕间谍方面可谓毫不手软, 他们不仅抓捕间谍, 还将他们送上法庭并公开审判。 这种大胆的行动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勇气和决心。 前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表示, 爱沙尼亚每次都会尽可能地将间谍送上法庭, 这不仅是为了追求正义, 也是为了发出强烈的信号。 爱沙尼亚的这种做法或许是西方国家应该效仿的榜样。 我们来看看爱沙尼亚最近的一例, 塔尔图大学的一名教授因为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处超过六年监禁, 这让那些假装反普京的间谍无所遁形。 伊尔维斯指出, 即使是那些看似反普京的人, 也可能是间谍,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 有趣的是, 爱沙尼亚的这种强硬做法还真的有效。 悉尼萨鲁表示, 起诉间谍是传递信息的最佳方式, 虽然有风险, 但也是最有力的威慑。 当然, 敌对国家可能会通过逮捕西方人来报复, 但伊尔维斯认为, 这并不会伤害爱沙尼亚。 相反, 这种强硬的态度可以减少间谍活动, 因为敌对国家之道, 一旦被抓, 他们的间谍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总的来说, 驱逐间谍的做法显然已经过时, 现代间谍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和国家安全领域, 而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西方国家应该向爱沙尼亚学习, 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将间谍送上法庭审判。 在这个信息战争的时代, 我们需要更严格的法律和措施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遏制间谍活动, 保护我们的社会免受威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